很多人對pasta有很多誤解 過冷河 酒澱粉質 要煮定pasta 全部都是錯誤的 pasta一定要馬上煮 馬上煮 才為之一個好的pasta Hello Man Cup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Emotini的Jack 我是專門做Hammack Pasta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pasta究竟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以為spaghetti就是pasta spaghetti只是其中一款 坦白說真的一小部分 知道真正的pasta應該是怎樣 pasta也有分乾和新鮮的pasta 我們做的新鮮的pasta 強調這個蛋香 和Al Dente Dry的pasta 澱粉真的沒有那麼高 兩個pasta都有不同的人喜歡吃的 以大利人都有兩盆Pie去吃這個pasta 為何會進行這行 因為我媽媽煮東西很難吃 所以我就決心煮東西好吃 這是我其中一個奮鬥的目標指引 這是我其中一個奮鬥的目標指引 我在一間米芝蓮的三星餐廳學 那間餐廳也很有名的 是全世界除以大利境外 唯一一間三星的米芝蓮 意大利財餐廳 我在那邊就企圖pasta 專門做這個Hammack Pasta 和醬汁的調配 做了差不多四年了 過多兩年了就上自立門戶了 都儲了一班熟客人 他們都很欣賞我們的守衛 所以都想將這件事帶給更多的大家 我有一件事會覺得比較特別 曾經有些意大利人過來吃飯 吃完pasta 他跟我說他想起他媽媽 可以令到他們回憶我 意大利的傳統pasta究竟是什麼樣子 什麼味道 那那個貓耳朵 oregette oregette 我們會做一個薯仔的dope 我們將薯仔燒了 因為燒薯仔 就可以將薯仔的味道濃郁 如果燒的話 它會比較水些 粉些 將薯仔攪碎 加這個零零粉samoilla 意大利的蛋黃和水 搓成一個薯仔的dope 就將它放在雪櫃一晚抽真空 讓裡面rest 新鮮的pasta 最好一定要rest它一晚 讓裡面的水分吸收 拆出來的pasta才會漂亮 另外那個teleolini 不同的薯仔的dope 我們是用全意大利的蛋黃 全蛋麵去做這個teleolini 還有potcini teleateli 多數這些全蛋麵 會做一些意大利雲吞 它就著重這個蛋香味 比較重一點 還有它的al dente 還有澱粉質的含量 會比drypasta更多 更加容易吸汁 意大利人煮pasta的時候 會沾少許燒意粉的水 因為那個水 是有非常多的澱粉質在裡面 可以令到pasta煮結身 繼而這個收汁 和這個可以令到pasta很爽汁 香港很熟悉 有時候會落到一個很主觀的概念 在裡面 就是覺得旁邊的飯特別香 外國人的月亮特別軟 但其實不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開這間餐廳 就是因為想告訴別人 你來試過 可能比意大利人煮得更加好吃 香港人也可以煮得比意大利人更加好吃的pasta 感謝你